怎么不尊重 看你手机 对 偷偷翻手机 然后偷偷筛好友 筛好友我不能理解 我OK 你OK吗 我理解 随便 大家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会有抱着一个想法 就是我谈这段恋爱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结婚吗 都有这个期许吧 你大沉默了 我每一段都是 是的 每一段都要结婚 要甜蜜 要浪漫 要满分 迪迪 我很好奇 就如果大家一开始在一起的话 是从50分或者及格分 这样慢慢往上加的呢 还是说100分开始慢慢减分 好问题 慢慢加的 对 我是零 零往上加 那就是纯粹的感情动物 因为我对人的信任感 是非常难建立的 就是我的感觉就是 比如说到了80分 我们就可以在一起 但是呢 在我的世界里 每次扣分只扣0.1 但是每次加分可能是5分 8分 10分 那它是比较良性的一个恋爱关系 这个算不算更在乎别人而忽略自己 不是吧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 就是给这段感情一点磨合期 一点可能 对 甜甜的笑了 我跟可欣有点像 但是呈现方式不太一样 就是我认同说 对矛盾处理的方式 去决定要不要在一起 但是在一起之后呢 如果遇到矛盾 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 去避免这个矛盾带来的负面的效应 对 有一句话就是 我们是要解决问题 而不是解决我们 每个人说起这些事情来都是一番很成熟的表达 可多理论了 他真正处理问题的时候 就都是不行 问题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 就是想问问大家 日常的交往过程中 有哪些 比如说你们觉得 另一半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哇 这个问题有意思啊 不尊重别人的隐私 怎么不尊重 看你手机 对 偷偷翻手机 然后偷偷摔好友 摔好友 摔好友我不能理解 哇 我OK 你OK吗 我理解 随便 你可以理解吗 我可以理解我也觉得 可欣紧跟着迪迪说 每个人要看别人手机的人 他已经预设 他一定会看到什么东西 对 如果他没有看到他会说 你看你都藏干净了 所以当你有这个举措的时候 那个关系就走向一个不够信任的程度 所以我是不建议 我的也不看他的 他也别看我的 我们互相都不看 我也是 每个人有一个基础的隐私在那个地方 我也是觉得尽量就是尊重彼此 就是我觉得是对自己好 你不看对方是对自己好 没有人能笑着走出另一半的手机 对 我觉得是的 我倒觉得是分什么 是过日子还是谈恋爱 过日子的话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坦诚说明 毕竟要过日子 肯定是两个人已经熟悉彼此的 在一起了 想法了 谈恋爱有时候模糊一点挺好的 就不必要 所有事情都很较真 留点空间 对 留点空间给彼此 可能会画面会更美好一点 刘云姐呢 我不看 一旦确定恋爱关系 我对对方是放痒的状态的 就是随便你爱干嘛干嘛 然后还有一点 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标准 就是需要你站在我身边的时候 你站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们准备了这么多 嘉宾们是不是要回馈我们什么